荔枝春象除了寄生荔枝、荔枝、龙眼等果树 影响到农久的收益之外 其实连人行道跟公园当中 常见到的台湾卵树跟五幻子也是寄生的树种 而由于会喷出腐蚀性的臭剂 为了避免这荔枝春象会入境到公园来伤人 太平公所在永城公园当中 也放置了天敌贫富小风卵片 将会释放7000多只 未来将扩大到全区的公园当中 来防止荔枝春象入境 太平区长上大家说明这一次 所要释放的贫富小风卵片 介绍如何透过生物防止 防止荔枝春象入境 近年来荔枝春象大次入境 龙眼荔枝等果树 造成果树果实伤害 生怕会入境到公园当中 太平公所赶紧抢线防止 我们特别在我们永城公园 释放3次 每一次最少有大概1000片以上的 这些我们的这些黄制的贫富小风的卵片 那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演练呢 来呼吁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行道树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农民的果园 对于我们荔枝春象的黄制 能够透过这样的影片 能够做有效的黄制 那当然除了生物黄制以外 我们农业局还有做化学的黄制 人行道公园常见的台湾蓝树 五幻子也是荔枝春象的寄生树种 而目前除了喷药的化学防治 还有清源枕枝 物理以及生物防治 公所这天特别选在永城公园 进行贫富小风防治示范 针对公园内二十多颗台湾蓝树 进行释放 预计将释放七千多只 因为过去 我们的周边都是水果园 水果园比较有利出纯项 应用到我们的公园 我们的公园来说 比较有一些树木的生长 所以它可以招来这个地方 让我们的利民也很不便 公所表示 透过生物防治 防止荔枝春象入侵 也是代替喷药方式 以免民众不小心接触到 而这次使用的卵片 每片年有200颗卵 悬挂在树上隐秘 日照少的地方 孵化成功率可达五六成 未来计划全太平的公园 逐步推动 让民众远离荔枝春象危害 郑顺庄台中厂报道 未经计划 我不会经计划 如果 deseを需要 我们会计划